我们在分析八字 其实很多人以为他在分析八字 可是实际上他是在扯屁 各位为什么 很多人在分析八字的时候 他是怎么分析八字的 我问一书你好 他只有圆局 圆局分析这个八字 但是圆局分析八字 各位 其实分析他也可以有一些东西可以出来 可是他会出现一种情况 林济你好 各位他会出现什么情况 例如这个八字他就说 你这个八字财运不佳 各位你要知道 他这样在分析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 99%都会准 周先生你好 为什么99%都会准 因为他在讲的是一般人 都会遇到的问题 婚姻不顺 财运不佳 他讲出来了以后 哇 老师你好准 可是各位 他没有跟你讲什么 时间 加油你好 他没有讲时间 也就是说 其实他在呼隆你 这种批命 说真的 99%都会准 只要没有时间 总有一天会验证 各位 这就是在分析八字里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看是好像在分析八字 其实 根本就是在讲对你有利的事 根本就不是在分析八字 所以 各位 只要没有挂上时间 随便你讲 你一定会对啦 黑表姐 跟父母亲处不好 你总是会去 你就会去找 我什么时候跟父母亲处不好 对 真的有这种情况 因为他没给你讲时间 他让你自己去对号入座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们讲说 本命的分析八字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他没有时间 他只有你出生的那一刻 问题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现在的你 未来的你 结果他不跟你讲时间 这个哪叫什么批命 就很像有一次 我带我一个学生去龙山市附近 找人批命 让学生看一下路边摊 他们是怎么批命 他其实看了他的八字以后 他也 他就是援局分析 他什么都不讲 他就说 你有没有看到强盗 强盗 强盗 你有三个强盗 强盗就是比肩劫财 所以 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感情会不顺 各位 你以为这一句话叫批命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 因为他最重要的 我什么时候会这样 我什么时候又会好 讲不到 所以其实从头到尾 这一个命理老师 在跟我学生批命的过程里面 没有所谓的时间 从头到尾 没有讲到时间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 都一直在跟他讲 人生会碰到的问题 你要特别注意 工作上容易会换工作 会比较不稳定 或二十出头的人 难怪 二十出头的人 他的工作会做一个做一辈子吗 当然时常在换工作 也就是说 各位 援局分析 我可以跟你讲 叫做狗屁导灶分析 有很多人 是因为已经知道了 这一个人的成就 才在那边套给你看 可是实际上 你援局分析 你就是没有时间 八字是时间学 你竟然没有讲时间 你就是在呼隆客 所以 你不要以为 他们分析的很准 根本是在呼隆人 对不对 每一次我跟你讲 你工作不顺 我就讲这一句话 我跟你 我不用跟你讲什么时候 跟你说 每个人都会跟我讲 对了 我在工作上 确实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你工作一定会碰到不顺利的事 我感情 你感情不好 各位 你感情不好 你只要有跟人家吵架过 你就会对号入座了 了不了解 所以 这就是在分析八字 我非常讨厌 就只有援局的分析 你分析不出什么东西 因为你所所谓的分析 都只是建立在 长期 你不讲时间 总是会有命中的时候 就很像 股票天天跟你喊 要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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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直涨一直涨 总有一天会崩盘 让你喊对吧 但是当你喊对的时候 各位 说定 你早就不知道被嘎空 嘎到什么时候去了 嘎到破产 但是你会说 你看我终于对了 各位 有用吗 有用吗 所以 各位 这就是在分析八字的时候 不要用这一种呼隆的手段 我们既然是八字学 八字他就是时间学 怎么连一个何时 要注意什么 你都会不清楚 也就是说你假如给人家批命 他只在你的援局里面打转 然后讲个 他最多讲个大运而已 这些都是不合格的命理师 了不了解 这些都是不合格的命理师 你不要以为 这样子叫很准 八字是可以算到 留月 留日里面的 为什么他连一个时间都不肯帮你算 表示他的八字只能够呼隆大众而已 OK 龙你好 所以 当一个命理师 他只在援局分析 给你讲说你的状况是什么 那绝对都会命中 你不要以为那个叫做很厉害 只要叫他把时间一个一个点出来 你就会知道 开始跟虾子一样 开始乱拆了 你要不要解 开始乱拆 根本就不像他前面所讲的那样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东西是每个人必定会碰到的 有什么好讲 我也知道我碰得到 什么时候我碰到 什么时候我会好 你跟我讲 我要的是这个 所以 只要一旦 把这一个 时间 范围 从一辈子开始慢慢拉到年里面的时候 各位 问题就出来 你就看看很多命理师就开始 顾左右 而言之 吱吱吱吱了 刚刚不是批的 很有自信吗 为什么批到流明 批到流月就开始吱吱吱吱了 因为他前面的批命 那叫做呼隆大法 各位 你以为那叫批八字 我今天给你讲的 那叫呼隆大法 只有圆局分析都是在呼隆人而已 你假如圆局那么厉害 为什么一个大运你没办法看出来 一个流年你没办法看出来 你跟我讲 我们批八字不是要看我的 我的圆局 我圆局好又怎样 我要看我未来 我要看我现在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我说过了 我看影片 我非常讨厌 只有看到他在圆局上的分析 各位 这种分析 都叫狗屁 都叫狗屁 你把他的成就套到里面 他什么时候发的 很奇怪 一个好八字 都不用 大运时间来发酵 这时候 他就会出现了一个 跟他的八字理论 完全背道而驰 喜记用神 你一个本命好 你可以不用管喜记用神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全部都是在什么 瞎呼啰咪而已 骗你不懂八字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很多人在批八字很喜欢开杠 这个八字本命怎样 所以他会怎么样 滚到旁边去 不懂八字 不要乱扯 各位 本命分析 可以分析出什么东西 你跟我讲 可以分析出什么 他什么时候发辣财 来 跟我讲 反而没有时间 你怎么判断他什么时候会发辣财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学八字 学到已经 入魔了 已经 骗别人了 都不知道 尤其 很多那种 百路边摊的命理师 更是会这样 真的是为了赚了那几钱 学礼都丢到旁边去 各位 甚至 根本不管学礼的 反正你来算 都把你说很烂 让你吓到 然后再花更多钱 想要来改 改你的运 甚至 我在 以前 在台北 那时候在桥上有人在算命 各位 一个算命师 还在那边跟人家讲 讲完还要卖人家开运的 我帮你 做一个开运运章 让你可以改运 各位 我 我当时候看到 我就会说 你把你自己先改好 你把你自己先改好 老朋友姐 妈的在那边 还要 你这 路边摊还要做改运 改运 印章的生意 改运印章一个不便宜 那便宜一点两三千 贵一点上万的都有 所以 各位 改运印章 其实基本上 那个价格都是你们 都是随便乱 乱讲 老朋友姐 改运印章 然后改运印章 他不会用凯体的 他都一定用什么赚体 然后写的密密码码的 反正你也看不懂 然后 用什么材质 那材质可能 一块玉 大约成本 500块 然后再加上 用磕 他根本不可能找师傅磕 就算找师傅磕也好 成本最多给他500块 也就是说 一个1000块的东西 卖你 七八千 上万的 各位 所以 我以前的老师教我说要做这一个 各位 我不做 你哪有东西 成本才这样子 卖人家那么贵 有没有效 你以为有个 改运章 就会改运 你想的没 各位 你想的没 你不要以为你有个改运章 就会 就会改运 很多都是什么 命理师去标了一大堆 批拔了一大堆石头来 玉 这些 然后 要帮你改名字 改名字又要叫你喝一个开运章 一个开运章 七八千 他可能叫个师傅用一用 成本1000块 卖你七八千 赚就7000 各位 好赚 那会不会有效 天知道 天知道 我就这样子跟你讲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 很多东西 他都是把你的那一种 恐慌 加大 那人会为了想要躲避 他想要 变好嘛 所以他在当下就会很急迫 一急迫 他就没办法去分析 理性的分析 有钱 好 又有钱 我就砸 所以 为什么命理这个东西 像有一次我有一个网友 这个网友 这个网友很好笑 他就 line 给我 然后line 给我说 感谢我 我的文章 让他 懂了很多命理之事 我就在外面 他就说 他因为感情的事情 结果我就跟他讲 你感情 应该是什么时候出问题 他就整个傻眼 他说 老师你怎么会知道 我就说我在批八字 他说我没给你八字 你怎么批我的八字 我说我会批八字 为什么我不会批 榴莲反退就好了 反正你出问题 一定以榴莲为主要的依据 我把榴莲 先假设 榴莲是你的官运 所以几月到几月你会出问题 去年几月到几月你会出问题 假如对了就不用看了 那个妈榴莲就是官了 他就说对 没有错 老师 真的是这样 老师你没有我的八字 你竟然还算的比那些 有我八字的还要主 我就说这哪有什么 对我来讲很简单 这叫榴莲反退法 然后他就说 今年我又发生了感情的事 然后我又去找老师 结果老师跟我讲 你就是齐盾 打不够 你要打齐盾 他说我已经打了四个了 老师跟他讲你打的不够 各位他当下才恍然大悟 根本就是什么 要骗他钱而已 一个齐盾三万六 打了四个 花了几万 然后又在里面买了多少的开运物 七八万以上 加加减减 花了二三十万在里面 有没有改变 没有 了不了解 没有 等到你花到一定钱 没有效果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就会突然醒过来 这个客人就这样 这个客人就这样 所以各位 我们常常讲 援局没有什么好分析 援局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因为那就只有出生那时候 等到 你二十岁三十岁 你来算命的时候 你会在意你的援局吗 不会吗 你只会在意我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各位 重点就来了 我们在批命要让人家知道 何时 发生什么事 这才是批八字 不是就只有你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永远都不讲 那当然一定会发生 对不对 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所以 各位 你假如去找命理师 他只单纯给你讲援局 不给你讲时间 这个命理师功力一定很烂 他只会诈骗而已 有没有解 他就算讲的 再怎么贴近你 都不用太在意 因为他所讲的是 一般人都会发生的情况 有没有解 就很像在座的各位 我跟你讲 你们的八字 感情上会不顺 我跟你说 这里面每一个人都会跟我讲 老师你说的对 可是 各位 我有你们的八字吗 你随便讲 你们随便对 有没有解 我随便讲 你随便对 你妈跟另外一半在一起 你不会吵架 在工作上 你会有很大的压力 随便讲随便对 在座的各位 你们工作的时候 不会有压力吗 各位 援局分析 只讲这个 不讲 时间 所以讲起来 好像神算 实际上 他就是一个神棍而已 了不了解 所以为什么 要跟你们讲 我们在批的时候 时间一定要标出来 时间一定要标出来 别在那边 骗社会大众 了不了解 不要在那边骗社会大众 所以 你以为你 你在分析八字 从头到尾都在骗 你假如学的是这种八字 我可以跟你讲 趁早搜索 否则用在你自己身上 总有一天你自己倒大面 各位 要了解 趁早搜索 了不了解 那个不叫批八字 什么叫批八字 何时发生什么事 各位 这才是批八字 不然八字 是讲什么天时 他是时间学 结果讲不出时间 这是什么八字 所以 各位 你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八字最大的骗局 就是援局分析 这个本身就是骗局 因为他不会给你讲时间 而这个东西 又是一般人 几乎都会碰到的 那当然都会准 就很像 跟你讲 开车会遇到红绿灯 废话 谁不会遇到红绿灯 不然呢 我跟你讲 你这个八字的援局 小心 开车不要太快 以免发生车祸 你不是在讲废话吗 车不要开太快 以免发生车祸 这不是废话吗 李生言你好 所以 各位 援局分析 我就给你讲 援局分析 就是废话分析 hast było 作丢了 wants nauc 没有僻佑 讲得在头头之道 没有用就是没有用 今天 你拿这个出去外面跟人家算 你看 有什么 你你活得下来 我佩服妳 了不了解 我佩服妳 这种的顶多呼嚨一些小白而已 了不了解 顶多呼嚨一些小白 你不要拿这个 出来 拍影片你也不要拍这个东西 丢脸 所以各位 你就知道 援局分析本身就是骗局 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我们要分析的是 你何时会怎么样 八字本来就是要分析这个 了不了解 八字本来就要分析这个 你20岁会怎样 30岁会怎样 40岁会怎么样 你要怎么做 不是 一个八字本命在那边 你这皇帝命 我是皇帝命 什么时候当皇帝 各位 所以你等他死了 当皇帝了 有用吗 所以各位记得 援局分析就是诈骗 我就这样老实跟你讲 他就是诈骗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